好,下面我们来复习这个第二小节叫偏导数啊,以它的这个求导啊,包括符合函数,它的求导,如何求偏导数,如何求处复杂这个符合函数的偏导数,我们来逐一取看,先来谈谈偏导数这个话题,偏导数呀,就对应着咱们一元函数得导数,只不过呢,大家需要注意,二元函数终究是有两个变量, 所以呢,你得说清你是对谁求导,你是对X的求导,那好,在做题中我就偏向于看X,如果你是对Y求导,那好,做题中我就偏向于看Y,所以有个偏字加个修士语啊,好,我们看,如果是找X的导,怎么找呢,找X的导,先把Y固定啊,那你看这里面Y都是谁,是不是Y都是Y0,好,我们先把Y的地方固定成Y, 然后怎么办呢,是不是对X0被导数定义,是不是被这个点的导数定义,大家想,这个点的导数定义,是不是X0加德塔X,减X0,是不是再除以德塔X,让德塔X的取向于0,这不就是咱们上策的导数定义吗,这就是偏导数,所以对X的求导,先把Y固定,再被导数定义啊, 那么同理,如果是对Y求导的话,那该怎么办呢,对Y求导,我们应该先把谁固定,先把X固定,好,我们先把X的地方都给它固定住,然后对谁呢,是不是对Y0再去被导数定义,那就是Y0再加德塔Y,再减Y0除以德塔Y,是不是德塔Y再去定, 这就是导数定义啊,所以很容易把偏导数,它的定义,跟咱们上策一元函数,导数的定义,给它们联系在一起,所以以后呀,对付偏导数,这个定义就是两句话,先固定,再去被上策的定义,先固定,再去被上策的定义,这就行了,好了,这是两个偏导数,另外呢,还得知道啊,那么以后一个二元函数,要想求导怎么办,比如想对, 对X的求导,就把Y当常数,比如想对Y求导啊,想对X的求导,就把Y看成常数就行了,把Y看作常数,对X的求导,同理去对Y求导也一样,对Y求导就把X的当常数,然后对Y求导,好,那比方说我们举两个例子,谈一谈这个定义的使用啊,我们来看这个利益这件事情,利益呢,给了个二元函数,讨论连不连续,偏导有没有啊, 那么第一点,大家看,这个二元函数是绝对值加绝对值,大家想一想,绝对值本身是不是应该是连续的,绝对值是连续,连续加连续显然干嘛,显然是连续的,所以呢,这个二元函数FXY,它在00点,这显然是什么状态,显然它是连续的, 这是基本事实呀,连续加连续,还连续,第二件事情,是不是看它有没有导数,好了,为了求X的导,你比方说,我们想求00点X的导,那怎么办,是不是把Y先固定,好,我们先把Y给它固定住,嗯,好,X不要动,是不是Y固定成0,Y固定成0,然后再干嘛,是不是,然后再去求导, 然后再对,是不是,再对X求导,这不是偏导是吗,先把Y固定,再对X求导,然后呢,嗯,当然我们只是求哪个点的导,是不是,只是求X待会在哪个点,是不是,X待会在0,那么大家琢磨琢磨,这东西是谁,你把Y先固定就变成谁了,就变成了X的绝对值,我来问大家,X的绝对值在0点,导数是多少,导数是两个字不存在, 所以这个题,那就是连续,但是导数不存在,所以呢,你虽然是连续的,但是你并没有导数,这件事情我们容易接受,因为在1元函数就是这样,连续不足以有导数,这个方法大家要学会先固定再求导,当然你也可以用定义法,先固定再去求极限,求极限跟求导,道理是一样的,道理是一样的,这是第一个例子,那么再举个例子, 看利亚,利亚这个题呢,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过,这个二元函数在00点是没有极限的啊,这个上节课讲过了,上节课咱们已经讲过,这个二元函数在00点是没有极限的,那大家想,它在00点没有极限,那肯定干嘛,嗯, 那肯定这个二元函数在00点是不连续,嗯,那这个呢是不连续,这个上节课你翻一翻,你的这个笔记上有,是不是这个家伙的极限是不存在的,是不是X取个0,Y取个0,当初咱们怎么知道不存在的,是不是取了一些路径,叫Y等于KX路径, 是不是发现这个极限不存在,好了,不连续,那么再来呢,看它可不可倒,那分段函数在分段点,一般怎么去求倒,是不是用倒数定义,好,我们先求对X的偏倒00点,嗯,那么对X的倒怎么办,是不是Y先固定,对X被倒数定义,那就这样了, X啊,然后呢,Y固定,Y固定乘几,是不是Y固定乘0,对X被倒数定义,那就是FX,再减F0,这个0不要动,然后呢,再给它除个谁,再给它除掉一个X,这不就是经典的倒数定义吗,谁的倒数定义,X倒数定义吗,好了,往里算一下,这个极限到底应该等于几,好,我们试着给它算一下, 这是一个极限X取向于0,大家想,这个地方,X区域0是指什么,是指X不取0,你想,只要X不取0,是不是得用第一段,是不是要用这个表达式,这个表达式往里一写,应该是个0,F00,是不是用下面,那么还是0吗,0减0,再除个谁,嗯,0减0,再给它除以这个X,那大家看,上面是真正的0, 真正的0,除以谁都是0啊,这是真正的0,这次啊,真正的0,好,那你看这个的话等于多少,等于0,哎,等于0说明什么,说明它是可倒,但这个题告诉我们,虽然可倒,但是不连续,这就跟咱们一元函数,发生了彻底的变化,一元函数可倒,必定连续,二元函数可倒,可以不连续,是不是这个例子呀, 那么这两个例子就告诉我们,二元函数连不连续,跟有没有倒数,没有必然的关系,你看第一道题,它连续了,但是它没有偏倒数,你看第二道题,它有偏倒数,可是它不连续,所以呢,二元函数连不连续啊, 跟二元函数,有没有偏倒,二者之间将毫无关系,这一点,跟一元函数,是有着莫大的区别,一元函数不是这样的,二元函数,它就是这个形状,它就是这个套路,所以呢,你要弄清楚,从此,一元跟二元,在这个地方,就要分到扬镳了,就不能再统一了, 一元函数,得结论,在二元函数,不再成立,这是第二道题,那么再来看第三题,08年考试真题,给了一个函数,F,X,Y等于E,再来个,就是这个二元函数,请问00点有没有偏倒,我们先看谁的,先看对X的偏倒,好,对X的偏倒,谁先固定,Y先固定, 是不是把Y的地方,先固定成0,好,我们看看,Y如果固定成0,那就是谁了,那就是E的,你看,是不是E的根号下,是不是在X方,是不是只有这样一个,X的函数了,让Y先固定,你Y先固定,那就只有X了,然后呢,是不是让它在求到哪个点的倒,是不是零点,明显你发现,这是不存在的, 为什么,你想啊,E的根号X方是谁,是E的绝对值X,E的绝对值X,在0点显然没有倒,因为你考虑,这个地方是不是E的X,那如果这边呢,这边就是E的什么,是不是E的负X,明显你发现,在0点,它的左切线,跟右切线,是不是不是同一个切线,是不是左倒跟右倒,明显是不相等的, 啊,左倒右倒,插个负号,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存在,啊,所以呢,它显然是没有倒数的,没有倒数,因为绝对值X方,绝对值,绝对值,这个根号X方,就是什么意思,这个根号X方的意思,其实就是绝对值X,它就是绝对值X,显然没有倒, 那么同理,我们再去求谁的倒,是不是再看看00点,对Y有没有倒,对Y求倒,我们先把Y个字给它固定,Y个字固定,就是E的根号下谁,是不是Y的四字方,让这东西再对Y求倒,然后呢,再让Y去0,显然这个呢,是存在的,它是存在的,为什么,你想,四字方开根号是谁, 四字方开根号,其实就是Y方,这显然存在呀,所以这个题直接做完了,对X的倒不存在,对Y的倒存在,所以当然选RB,这08年直接秒上,嗯,这样做还是挺省功夫的,这是干嘛,先带入啊,先带入,再干嘛,再去求,先带入,再去求,再去打一瓶, 这一瓶能打就存在,这一瓶打不了,那就是不存在,先带入,再求倒,好,这是三个概念题,那么再往下呢,我们再去几个求倒,像例四,例五,例六,例七,这些倒数都很基础哈,像例四,让你求一二点的偏倒数啊,这个一二点的偏倒,没说谁的偏倒,那都要求,比如,先求Z对X在一二点的偏倒, 那么对X的求倒,先带入,是不是先把这个Y给它带成二,那你想Y带成二,就是X方,再加几,Y取二,二三得六,六X,再加Y取二,这是四,然后再求倒,再让X取几,X取一,这不就成功了吗,那这个量是不是RX再加六,那不就是八吗,嗯,啊,这是这样的,那同理,呃,对Y求倒,我们就不再写了哈,完全一样, 对Y求倒,是不是让X的先固定啊,这个就行了,写一个就行,再看第五题,第五题呢,给了个二元函数,这个地方没说哪一个点的倒,那是不是都要求,比方说我们就求对X的倒,对X求倒,Y要当常数,那就是RX,那后面是不是3,2Y,是不是当常数看,这就行了,它得当常数嘛,嗯,它当个常数看就行, 那么对Y求倒呢,是不是道理是一样的,对Y求倒,X当常数,X方不能懂,那Cos2Y求倒是Cos2Y,它再多个Cos2Y,然后呢,Y再求倒,多干,这就求完了,好吧,这两个一节倒都很简单,再来看这个,嗯,第六个求倒,啊,我们来看看,那么作为第六个呢,我们看这个倒数,又该去怎么求呢,嗯, 第六个,这个挺麻烦的,啊,这个呢,还是挺漂亮的一个二元函数,啊,这给咱们一个二元函数Z,是不是既要对X求倒,也要对Y求倒,这里面就得小心了,如果是对X求倒,是不是Y要当常数,你就得类比啊,对X的求倒,Y当常数,那就好比什么,Y当常数的话,就好比是X的三次方, 这要当什么看,各位,这对X求倒,要去当密函数,是不是要当这东西看,密函数求倒,是不是密次方搬下来,是不是YX倍的,是不是在Y-1,这就行了,这不就是对X求倒吗,对X求倒是这样,再来对Y求倒,嗯,那大家想,如果是对Y去打一扯的话,这个倒数怎么求,嗯,你对Y求倒,是不是X当常数, 下面底下是个3,是不是有个3Y的味道,这个时候呢,要当什么看,要当指数函数看,看到没有,他这个是要当指数函数,指数函数求倒,是不是有个指数函数本身,是不是XY,是不是有个AX在捞印,在捞印一下,啊,是不是再来个捞印X,这就行了,嗯,好了,那这样的话呢,故往咱们这个表达式中带,那这样的话呢,X除个Y,嗯,好,我们来看,这样的话呢, 那X除Y,再乘上Z对X的倒,再去加上谁,再加捞印X,再分之一,再乘Z对Y的倒,这是几,那你看这个地方乘个Y,那就是剩个X,啊,你跟Y相乘的话,你看一对X的求倒,前面多乘个Y,那待会呢,好像这个Y,跟这个Y就抵消了,啊,这抵消, 是不是只有X的称他,那就是X的几次方,是不是就是X的Y次方了,嗯,X的Y次方,那么这个地方对Y求倒多了个捞印X,是不是跟这个抵消,然后又剩一个什么,是不是又剩一个X的Y次方,又加一个,是不是X的Y次方,所以两个XY,那大家看,XY就是谁,就是Z嘛, 所以这不就刚好等于RZ嘛,证明完毕,所以这个呢,是一个基本的求导,你得看清,对X的求导,当密函数,对Y求导,当指数函数,这别出错,别混就行了,啊,这一点,好吧,基本的求导,那么再来看个例7,啊,这个倒数,啊,好,我把例6再擦掉,再看例7,例7呢,这是一个三元函数,秋导,啊,这个秋导,啊,更有意思,这里面更涉及到一些经验, 那比方说,R对X求导,R对X,是不是先拿根号求导,那么根号求导,是不是就是R倍的,再根号下,X方,再Y方,再Z方,再去分支一个什么,是不是对X导,再分支RX,那么这个R跟R就没了,X不多,你得学会,这个根号就是谁,就是R,所以就写成X除个R,这就行了,这就是对X求导, 那么这个求完对Y求导,你可千万不要求了,这叫什么,对称性,二元函数经常求导,有这个技巧,对称性的使用,什么叫对称性呢,就是说,在这道题中,XY的地位是平等的,你想想,X的地方改成Y,Y的地方改成X,对这个二元函数,啊,有没有影响,没有任何影响, 你想,X改成Y,Y改成X,那就是Y方加X,是不是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,这就叫对称性,那么这种情况下呢,X的导求完,只需把这个答案中的X改成谁,Y改成谁,X改成Y,Y改成X,就是这个答案,那你X改成Y,Y改成X,底下还是谁,还是R,这就出来了, 那通理谁也就出来了,嗯,是不是这个R对Z求导也一样,是不是X改成Z,然后呢,这个R的地方,它别动,这就是考到什么,二元函数求导的对称性,这一点在以后做题经常要用到,一个复杂的导数题,不要一味的去求,要学习使用二元函数的对称性,就是X的只要求出来,那把X的答案,稍微, Y改,就是谁,就是Y的答案,就是Z的答案,它得有对称性,好,这是我们这个题吧,谈到的一点,那么再往下,这是一阶岛,那么除了一阶岛,我们还要学什么,高阶岛,这个地方的高阶主要是指几阶,主要是指二阶,主要是指二阶,那么二元函数二阶岛有几个,有四个,为什么有四个,比如先对X的求,再对X的求,比如先对X的求,再对Y求,比如先对X的求,再对Y求,比如先对X的求, Y求,再对X的求,比如先对Y求,再对Y求,这不有四个了吗,其中需要注意,第二个跟第三个,这两个叫什么,叫混合二阶岛,因为是有X的也有Y,那么这两个什么区别呢,区别就是先后顺序不一样,那区别是先后顺序不一样,那 那结果呢,结果也不好说,也不好说啊,你先对X的求,再对Y求,与先对Y求,再对X的求,这个可能不一样,这个什么时候一定一样,记住,这两个混合岛,如果是连续的,这是二元函数,如果这两个二元函数连续,他们一定相等,这个结论,这个定理,我们不用证明,将来作题直接使用,这就行了,好,你比方说我们 我们举个例子,看我们的这个例吧,给了个二元函数,求二阶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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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三阶岛呢,这全有了,从基层做起,先求Z对X的一阶岛,那Z对X求一阶岛,那就是三X方,再Y方,再去减对X求岛,三个Y方,再来个Y,好,再对X岛,再对X岛,那就是六X,再Y方, 这都没了,这就是对X岛两下嘛,这是再来,然后再去找谁呢,是不是这个要有个谁,是不是Z对X岛,是不是再对Y岛,我可以这样哈,我故意颠倒一下,Z对X岛两下,完了,是六XY方,嗯,好了,那再往下呢,是不是让Z对X岛,一阶岛,再对Y去岛一下, 啊,再让它对Y去岛一下,对Y岛的话,那就是谁了,是不是六X方,这是Y,再减对Y岛,三三得九吧,是不是九个Y方,对Y岛,是不是再减个一,那大家看哈,这个地方算出来的是,先对X,是不是再对Y,但是你要明白, 这个二阶岛显然是连续的,这里面都是多相识的同学啊,基本常识告诉我们,多相识永远都是连续的,所以呢,我们相信这个直接就等于谁,等于Z对谁的二阶岛,是不是Z先对Y,再对X, 它们两个肯定是相等的,因为这两个二阶岛是连续,多相识还不连续吗,多相识肯定是连续函数嘛,那直接写,好了,那再求谁,是不是再求对Y的二阶岛,那先求Z对Y的一阶岛,Z对Y求一阶岛,那这两应该有个2X3,这一个Y,对Y求岛,这样33得九,九个X,在Y方,再去减掉X,好了,那这样的话呢, Z对Y再求一次岛,对Y求那就是二X三次方,对Y求二九十八,再XY,那个X就没了,好了,最后呢,再求什么,Z对X求几次,求三次,那Z对X求三次,拿着二阶岛再对X求,那不就是六Y方吗,走吧,好吧,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求岛,求一阶岛,求二阶岛, 甚至求三阶岛,这都是简单题,没有任何难度,好,再往下,看九十,这两个题挺重要的,这个以后呢,会出这种大综合题,第九题,第十题,说Z等于Loy,满足这个,验证满足这个方程, 第二个呢,U等于R分之一,R等于这个东西,所以我们受历史的启发,我们把历九也这样搞,这一堆读作什么,读作R,嗯,这样比较方便,好了,那这样的话呢,我们来看,Z对X求到,Z对X的求到, 就是LoyingR求到,LoyingR求到,那不就是R分之一吗,是不是R分之一,然后再让谁求到,是不是,再让R再对谁求到,是不是,Loying先对里面倒,里面再对X倒,那就是,再让R去对谁倒,是不是,R再去对X倒, 好了,继续往下写,这个地方有个R分之一,那你想R对X是谁,R对X,那不就是根号下X方,再加什么,再加Y方,再分之一个X,这样来写,好了,最后你得记住,这个根号就是R,所以呢,再往下写一步,再往下写呢,那底下就是谁了,又是R,那这样的话呢,上面就是X,底下就是谁,底下就是R方了,是吧,这个底下, 我们就写成一个,叫这个R方,好了,这样,所以你得明白,待会什么呢,待会这个R对X求到,待会R对X求到,我们就心目中理解为是谁就行了,R对X,我们就理解为是不是X除了个R,那前面本身有个R呢,是不是,这样来理解比较方便,好,那这样的话呢,Z对X求两下,更简单,是吧,按照上的法则,是不是,上到下不动, 那是R方,再减R个字不动,下求到,那是R啊,再来个谁,是不是R对X了,是不是出现R对X了,各位,R对X是谁呢,刚才让你们记得,你看,上到下不动,上不动,下求到,是不是R啊,再来谁,是不是,再来R对X,而R对X是不是就用这个红颜色,R对X就是刚才的X在除R, 这多方便呢,看到没有,这种小技巧,然后呢,除以底下的平方,那就是R的四次方,整理一下,上下都在乘个什么,上下都在乘个R,上下都在乘R的话,那上面就是什么,R的几次方,R的三次方,再减掉,上下都乘个,哎,这个不用乘R, 这个是,它直接能约掉,这是R方,这个R跟R约掉,是不是,R方再减个谁,是不是,减个RX方,再除掉一个什么,是不是,R的四次方,好了,这是Z对X的倒两下,那么大家想一想,Z对Y倒两下,还用倒吗,不用倒,为什么,对称性,啊,你看到没有,这道题是不是XY,地位是平等的,所以呢,Z对X的答案, 只要找到,Z对Y的答案,自然来,怎么来,把上面的答案中,X的改成Y,Y改成X,那R不会受影响,还是R方,真的还是R方,再减掉R倍改成谁,改成R倍的Y方,再除一个什么,底下R的四次方,好了,这就是两个二阶岛,就完了,故,此时干嘛,要让这两个二阶岛相加,我们来加一下, 这两个二阶岛相加,是不是,你加的话,是不是,这有一个R方,这有一个R方,是不是,二R方,待会儿这有一个X方,这有一个Y方,你别忘了,X方加Y方就是R方,那不是二R方吗,那不刚好是零吗,所以这样就证明完毕,这种正法是比较简单的,啊, 就是巧用这个G号,就是这个地方,R对X要写成X除R,待会儿就直接用了这个地方,看到没有,就直接能用那个写法,这样倒下来,然后再巧用什么性,对称性,啊,再去用对称性去解决掉另外一个,这就行了,好,这是我们对这个题吧,做的一个展示,啊, 那么通理,我们再看立实,啊,立实跟它是完全一样的,这个立实,效法,立九,啊,这种G,这种正法,这种对称性,这个很容易把它给正出来,好,我们大家看一下,那么立实这个题呢,是不是要求U对X的一阶岛,啊,这个U对X的二阶岛, 那先来U对X的一阶岛,U对X的一阶岛,是不是U先对R求岛,那就是负的多少,是不是负的R方分之一,啊,这样来写,然后没完再多个谁,再让R再对X求岛,好了,前面不要动,是负的R方分之一,看这个地方,R对X是谁,R对X就是这个根号这一大堆对X,这个根号对X, 是不还是根号下多少,X方,再Y方,再Z方,再分之什么,X,而我们知道,这个地方的根号就是谁,这个根号就是R,所以呢,这又能再次写成谁,看到没有,嗯,是不是这底下根号又是,又是那个谁了,所以这又写成了负的多少,嗯,好,负的,底下是不根号再写成R, 根号再写成R,那就是R的几次方,是不是R的三次方,是不是再分之X,这样的话呢,待会儿,这个R对X就知道,是不是R对X,待会儿R对X直接是X的除R,这就行了,于是呢,那紧接着U对X倒两下就知道了,是不是,按照上的法则负的,上到下不动,那是R的三次方, 再减上不动,下秋倒,那是三R方,再来个谁,是不是R对X的秋倒,你不得这样来写吗,上到下不动,减掉,上不动,下秋倒,下秋倒,那就是三R方,R对X,而你看到没有,R对X就写成谁,R对X就写成X除个R了,看到没有, 这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技法的问题,这样来去写,问题能够变得简单,这是一个用了,这个记号,然后呢,底下再给它除个什么,是不是,底下再除个分母的平方,那就是R的六次方,好了,这次呢,稍微的得整理一下了,稍微整理一下,那就是上面写成谁,负号不动,负号不动的话, 这还是R的几次方,负号不动,这个前面还是R的三次方吧,这个前面是负的,上面还是R的三次方,然后呢,再去减掉,这个R跟R约掉,那就是三R倍的谁,三R倍的,这有个X方,然后呢,再给它除掉一个谁,是不是,再除一个底下R的六次方,但是你也可以再约分,那再约分的话,这个R的约掉,这就是R的平方,这就是R的五次方, 这是R的平方,这是R的五次方,那这样呢,紧凑一下,所以最终呢,我们这个R阶导求出来,就是这样一个效果,负的R方,然后呢,这个R方再减三X方,当然了,如果这个前面的负号你不想要了,不想要就颠倒成什么,不想要的话,就写成三倍的X方,你不想要就写三X方,减谁,是不是,再减R方, 是不是,再除个R的五次方,好了,然后再考虑什么,对称性,那么U对Y的二阶导,是不是,把X改成Y就行,三Y方,再来R方,再除以底下,是不是,R的五次方,那同理呢,还有谁,U对Z的二阶导, 改成Z,三Z方,再减掉R方,再除以这个R的五次方,然后呢,此时固让这三个二阶导相加,U对X的二阶导,再去加谁,是不是,加上U对Y的二阶导,再去加谁,U对Z的二阶导,这一加分母都一样,通分就行了,通分的话呢, 这边有一个谁,有个三X方,三Y方,三Z方,三X方,那不刚好的三R方吗,三R方,这边有一个R方,这有一个R方,这有一个R方,那不刚好等于零吗,故,证明完毕,嗯, 这就是这个R街道,考到这个G号,考到这个对称性,不要去求那么多,稍微求那么一两个,这就行了,求出一个对称性,去写出另外的,这就行了,好,这是我们对这个题目啊,谈到的,那么最后呢,还有两个真题,我们也稍微看一下,就这个88年和09年,这种题都很简单了,你像第11题,这里面考到什么,啊,二元函数U, 是不是对X求一下倒,对X的求倒,Y挡上住,先让E求倒,是不是E的Y分之X,嗯,这是E的在Y分之X,这是U对X,那么紧接着呢,是不是对X求完,再对谁倒,是不是再让他对Y去,这个还有个谁呢,对X的求倒,是不是这个E先求倒,然后那个次方,是不是这个次方再去对X求倒,这个次方对X求倒, 是不是应该多个Y分之1啊,然后呢,再去对Y求倒,就得按照商的法则,前倒,嗯,前面这个E,是不是要对Y求倒,前面这个E求倒,还是E的,这个谁,E的Y分之X,啊,E的Y分之X,好,然后呢,再来个谁,E的Y,再对Y求倒,对Y求倒, 好,应该多了一个,这叫前倒后面Y分之1,不要动,前倒后不动,然后呢,再去加上,前面E的Y分之X,别动,后面对Y求倒,那不刚好是负的,再Y分之1吗,然后你稍微整理一下,这就是我们整个的, 这个U的,U对XY的混合二节倒,这很简单嘛,嗯,好,你包括第12题也一样,第12题呢,是不是又是给了个二元函数,求10这一个点的倒,嗯,好,这10,我们怎么办呀,先带入再求倒,嗯,好,我们把这里面的X不动, 是不是这是对X求倒,所以让Y,嗯,是不是让Y先取零,我们让Y先取零,你让Y先取零,这就成谁了,这就成了X再加个几,啊,你让Y先取零了嘛,你想,Y一旦取零了,那那E的零次方是1嘛,那就变成了X加1的再X,让他求倒,这是个密质函数,是不是以E为底,X再来,LongYX加1, 是不是拿着这个一元函数,再求倒,那就是我们的要的啊,就是要的对X的倒,好了,我们拿着这个一元函数,这是先带入再求倒,好了,那让他再去对X求倒,所以Z对X的倒数10这个点,就是拿着这个再求倒,他再求倒还是以意为底的谁,他再求倒还是以意为底的X的谁,再LongYX, 再加个1,这样来写,然后呢,再去来,是不是里面对X的倒,里面对X的倒,前倒后不动,是不是LongY这个X再加1,前倒后不动,再加上,这个X不动后求倒,那就是X加1,是不是再去分支这个X,最后呢,我们只要让X再取谁就行,是不是,X再取个1,啊, 最后再把X取1往这一带入,这就行了,好,X的取1的话,那前面是谁,嗯,E的什么,X的取1,前面是E的LongY啊,E的LongY2,那就是R嘛,X的取1,所以这前面有个R,然后呢,后面正过号是谁,X的取1往这里面,但这个地方应该是LongY2, 这个地方,X的取1,那就是R倍的,X的取1,这呢有个LongY2,X的取1,这呢有个二分之一,啊,最终我们的小四分,就是这个答案,好吧,这就是先固定,再求到,我们前面多次用到过这个经验,这个技巧, 好,以上就是我们对偏导数呀,这个不管是一阶导,还是二阶导,啊,不管是一个点,还是所有点,它的导数,啊,就帮大家这个求法上总结至此,啊,一个点要想到先固定,再求到,如果不是一个点,那就得慢慢求到了,慢慢的往下求,不要露啊,就行了,对X的求导,Y当常数看,对Y求导,X的当常数看, 这些基本的运算要过关,啊,这是咱们以后做更复杂求导的一个铺垫,啊,一个铺垫,好,那么求1阶导,求高阶导,我们暂时先说到此处,稍作休息一下,我们再去讲更为复杂的,符合函数,它的求导处理。